这一题的关键字是共有几个 所以这是一个排列组合的问题 那它的叙述呢其实有点啰嗦 就是这个相乘要小于八 那问这种东西的数值到底有几个 这种指考的排列组合呢 其实就是有时候都是重取条列吧 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分母为一的 所以就是一分之一 一分之二 这样一直到一分之八都没问题 那分母为二呢 二分之一 二分之二 就跟这个一样就可以不学 那接下来是二分之三 那二分之四 又跟这个这边一样就不学 那二分之五 跟这个矛盾了 所以这边太大 所以这里只能到这里有两个 那接下来是三分之一 然后呢三分之二 那接下来三分之三又一样 三分之四太大就不学 那四分之一 那四分之二一样 那四分之三 所以四分之三的话也是太大 那接下来呢五分之一 五分之二 那太大 接下来就是六分之一 那是七分之一 这样是八分之一 所以总共的话呢 就是这里面有八个 那接下来这里面的话 这里有七个 然后再加上这两个 所以总共就是八加七加上二 所以整理是十七个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选项式 所以找到八分之一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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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一